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給蚊咬 給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還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變成了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大 現在是細大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也去看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我經常被這三六零 綁架了 我想找個Home 就不行 首先試一試 按這裡的內容 內容多了這個 我要刷掉 我要刷掉 它又不給 確定 之後 它依然在这里 没有办法搞 唯一解决方法就是这样 用这个 看到这个胸 将它放在墙面 关上 放过来也可以 到时我就会 开这个就能开到 将那个取消 这个就可以取消 这样就只剩下这个 OK 我初相识的时候 整个面都红薄薄的 牛皮线有食 吃了敏迪之后 那个情况怎么吃了 没那么痕的 皮肤的滑正程度是否好了很多 翻面就差很远 人是否自信心大了 也有点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剂量是多大呢 我吃四粒的 基本上不是十分严重 因为我有些网友 银舌病那些要吃八粒 因为它要爆头 应该是很严重的 对你来说 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变 腸胃最大的改变 除了牛皮线之外 我原来很多年来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很容易肚脖的 敏迪其实原理上 所有敏感都可以有帮助 基本上 现在就不会整天肚痛了 是的 以前一喝到冬水 就会立刻肚痛 立刻来 还有那些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 现在都 没那么红 没那么红 那是否追了 是否容易了 没试过 那个是一个南亚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条头发是找不到的 年轻 今年30岁 用了洗头水 加了精华素 用了一个半月 就见到我们现在的广告 圆形头壳 出头发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了 就全部出了 那可能迟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后 会浓密很多 好可口 等会 好可口